躲过媒体迅速跳上车 他就是盛堂中医诊所负责人吕世民 三号晚间法院裁定20万元交报 同案九副诊所负责人和欧姓富商也以20万元交报 前中毒案总共造成38人受害 尤其台中市前议长张鸿年一家四口全都是被害者 儿子张彦彤也发出声明 指出还没有接到检察官的相关书类 无法具体内容提出详实说明 但强调在重金属中毒后身心所受的煎熬 绝非外人可以想象 另外妻子同为受害者的前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主委陈明正 对于吕世民遭起诉后交报真的无法接受 当下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 女才20万交报平均一个人不大一万 人命这么不值钱吗 我们还在接受治疗 我们到目前花的医疗费都不止20万 由于法官任定益盛堂九副诊所负责人 吕世民洪张红和药商欧国两三个人无疾压必要 预令各20万元交保后船 让被害人和家属气愤难平 很内疚 那他是希望交保出来以后能够亲自当面去向这些患者 然后一一致歉 然后能够想办法跟他们和解 依违反药事法刑法等案件提起公诉 那目前该诊所申请停验是110年1月5号 另外检方侦查时发现还有一名中毒女子 没被卫生局掌握资料 竟然是吕世民的亲姐姐 检方因此认定吕世民没有故意杀人 但签中毒案造成多人受害 这关键三个人确实交报 被害人就怕整起案件重重拿起轻轻放下 记者联缘宾程思源王百英台中采访报道 蔡政府关中天 言论自由已死 新闻自由已死 请立刻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